请他 要断 夏总 你在哪啊 董事长都快急死了 他让我提醒您 别忘了正事 小姐 心情不好啊 来 喝一杯 先生 这杯酒有问题 我帮你换一杯吧 别多管闲事 一杯酒而已 谢了 下杯酒玩啊 醒醒 小帅哥 醒醒 你干什么呀 你被人下药了 我没有被人下药 我只是喝醉了 一瓶嫩肉的 还敢解释 我告诉你 别对我多什么歪心思 我的身份 你难以想象 轻点 轻点 腰断 脖子要断 乱炮 欢歌 忽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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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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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啊 下走 我说我从哪里一起记者 看不到出镜来了 记者 什么记者 怎么有个男人 难道我被劫色了 这么狂野 不过是 我绑的吧 走啊 我不警告你啊 你离我远点 不要对我行不轨 我对你行不轨 姐姐 你看得清楚 明明是你昨天晚上折腾了我一宿 放开我 这么快就登出来了 我怎么就私生活混乱了 那个 你听我说啊 我不耗追口的 嗯 你这什么意思 大家呢 都是成年人 既然我们已经 那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这里面的钱呢 足够你在酒吧 打一年的工了 我不是这样的人 拿了这个钱 我们就两清 以后再也会见 你不拿 不会还存在什么小心思吧 我告诉你 我们没有见面的机会 不过说实话 你这个小帅哥做这个行 可惜了 夏总 董事长交代你的事 你千万别忘了 嗯 知道了 学长啊 杨帆 董事长让你连姻的顾成风 不仅私事或混乱 而且还惹了不少官司 不是什么善来 要不是老头子 非要我和顾家联姻 我才不会找这种废差 你好 是夏小姐吗 竟然是她 原来是个弟弟 看我怎么拆除她的身份 你就是顾成风 是 我们 是不是在哪见过 那晚我 啊 我懂了 那晚 你是去酒吧烈焰的 是吧 听说 顾总开了三家酒庄 一定很爱喝酒吧 要不尝尝我的珍藏 我不会喝酒 堂堂故事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不会喝酒 我过了过了 干了 跟我床 还嫩点 酒都喝完了 还有别的好酒吗 大意了 年纪小我一定不会喝酒啊 不过 这方面 你肯定会露馅 你这个人吧 我是挺忠意的 顾家和夏家联姻 也是一桩好事 不过有些话 我得说在前头 什么话 我这个人吧 比较强势 要想做我的老公 你可要忍受 顾总事业永长 可惜相见很晚 没见到顾总的真本事 不过 没关系 我们婚后 慢慢认识 我们婚后 慢慢认识 慢慢认识 哎呀 这里有点温热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去哪 我看你能撞到什么事 这不已经派服务员吗 来 给老包酒 你认错人了 我说这么硬气呢 你来报上复活了呀 我请靠你 别乱了 装什么装 不就是顾佳的一个窝囊费吗 我看你和你妈一样 都是贱人 谁给你勇气 别打我 我给 一个女人 还想打我不行 当然不是 这家店我买的 给我丢出去 这还是 超能力 我其实 是替我弟弟教训 顾佳人 不能外人随便侮辱 不用编了 说吧 你到底是谁 别忘了我的嫌疑了 你可要好好表现 现在我们就开始 夏千哥小姐和顾成峰先生的订婚仪式 请问夏千哥小姐 您对顾成峰先生的订婚仪式 您对顾成峰先生的印象如何 未曾恋爱 不曾了解 顾成峰先生 那您对夏千哥小姐的印象如何呢 那 哦 当我第一眼见到夏小姐的时候 就被他身上独特的气质所吸引 听说您刚搭上一个小帅哥 怎么今天就换人了呢 夏世千金是否私事活混乱 请您回答 请您回答 顾成峰先生 您是否愿意与夏千哥女士 确立订婚关系 当然 能娶到这样优秀的妻子 是我的荣幸 夏千哥小姐 您是否愿意与顾成峰先生 确立订婚关系呢 我 我不愿意 你 成峰 要让我跟郭佳联议也可以 但是 我要混贪 爸 我 就是 顾成峰先生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 您好 我是顾成峰 我看能够我什么事 和你妈一样都见 说吧 你到底是谁 我叫顾成泽 是顾成峰的弟弟 你哥为了躲我这个业内死敌 真是煞费苦心啊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你不仅骗了我 之前还害我登传绯闻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那晚你被人吓要是我救了你好不好 谁知道药香那么强 我 我不管 不如我们相亲成功 直奔结婚吧 搞错了吧 我是替我哥相亲 你别激动嘛 和你结婚呢 也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哥才是顾氏集团总裁 你怎么会看上我 当年你父亲出轨 设计夺取你母亲的公司 这是业内接职 你母亲去世后 他更是偏爱私生子顾成峰 至于你 只能寄人篱下 沦落到去酒吧打工 够了 不用你提醒 与其嫁给你哥 不如我们结婚 我帮你躲回顾家 怎么样 我看你 不只是想帮我上位吧 我听说你在下家的处境也不好 之前下前程 还把你挤出国 我果然没有看错 你果真不只是一个图有其表的小帅哥 你才图有其表 我呢 和我爸有一个协议 只要和国家联姻 就可以继承家产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再想想 我愿意 是这小子崩了 还当着干什么 宣布啊 哦 那我宣布 慢着 夏千哥 你究竟在做什么 下面我宣布 夏千哥和顾成泽 正式结尾夫妻 太不像话了 夏千哥跟那个废话结婚 收拾他 必须收拾他 不是 你发这么大活干什么呀 我 我这不替集团还有爸爸超级吗 千哥没能和顾成峰结婚 那夏世集团的总裁 肯定不能让他做啊 爸 您只说让我跟国家联姻 哥哥还是弟弟不重要吧 我觉得 不重要 夏千哥 你跟那个废物订婚 真是用在夏家的颜面 废物 咱家不也有一个废物吗 有你在 夏家还有什么形象 你 她是你妹妹 你收拾她 她居然还有这一名 你好 你们姐 谢谢帅哥 神经病 别闹了行不行 这里就是你赶跑的第四个顾客了 是女顾客 我现在是这家酒吧的老板 我自负盈亏 随便你们 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到我那儿住啊 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呢 我已经说过了 领证这事不能这么草率 再说 咱俩现在这关系 住在一起不方便 跟你名声不太好 订婚的那天 你可是答应要跟我结婚呢 现在想法会是不是 我是说 但这件事吧 得从长进 从长进 其实帮我那儿也没什么不好的 这样你就不用天天在国家看人脸色了 至于我的名声 你不用考虑太多 你真的愿意 为了达到目的牺牲自己 要想成大事 嘴上有点牺牲吧 再说了 那你结婚也不算牺牲 呦 这不超浪力姐姐嘛 今天晚上卡这 别跑 师傅 别跑 别跑 我哪儿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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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应该闪掉 我哪儿跑 别跑 别跑 快追 追 这我怎么无处不在啊 要不我们上次躲躲吧 这是哪儿 这 这是我家 你家 让他 我得回去了 这门怎么打不开 这门怎么又坏了呀 要不 你今晚就在这儿 凑合一碗 你这一生的汗味 要不 我们先去洗洗 浴室在哪儿 诶 只要我 虽然是第二次看 但这线条也太美了吧 你在这儿干嘛 哦 我帮你把沙发也铺好了 你就敢睡这儿吧 你干什么 我以为 睡前喝杯红酒 有着睡眠哦 不喝 那晚安 祝你一航 我会被撂顶干 我会被撂顶干 把小线 顧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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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你这么杀费苦心的把我骗了 我要是走了 都不时去啊 小圈哥 之前有个人跟我说过 能抓紧的时候就千万不要放弃 走吧 带你去个地方 给大家郑重地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的老公顾成泽 今天呢是我担任集团总裁的第一天 你们好好干事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大家 但 你们要是出了我的忌 可别怪我翻脸无情 好的夏总 夏副总 你可要好好配合哦 好的夏总 阿谦 你到哪儿了 我想告诉你一下 你师妹被截糊了 到哪儿来的两个祸害呀 一个瞎了眼 一个闷葫芦 我都不说 你们俩站在一起 还真挺般配的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是来拿东西的 怎么这么快就搬出去 只要才认识几天呢 你就敢把这种便宜货 往家里 在我看来 他可比某些头脑简单 且混乱不堪的人强多了 说什么 你给我试试 没想到 胆小鬼 也有应急的时候 走 今天呢 是顾同学正式入住的第一天 让我们庆祝一下 干杯 时间不早了 我还要去公司改方案 杨帆 你收拾一下 这么多 怎么说啊 我来帮你 谢谢学长 我一毕业就见了夏氏集团 有几年了吧 当时学长 这些年你在忙些什么啊 瞎忙吗 对了 你觉得你们夏总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夏总 他能力很强 我们都很崇拜他 不过 他脾气不太好 又有一些苛刻 不过这些你别告诉他 不然 我工作就不保了 我觉得你们夏总 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 他为人 挺仗义的 反正我是有点怕他了 学长 接下来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可以告诉我 好 学长 你都出汗了 我帮你擦一下 不用 我自己可以 那 我就先走了 我们之后再见 好 这个电话 我等了好久 他竟然对我事而不见 难道他是唐僧转世 那个 我们是协议结婚 那如果要在外人面前 秀恩爱的话 怎么办 那我先说 在外出场合呢 要牵起他方的手 那在正式场合呢 就 玩起对方的手臂 怎么样 那个 我觉得吧 在外 如果你遇险 我会保护你 在内 家伙我可以全包 那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有人要进一步 试探我们之间的关系 怎么办 那我们 大概就是 这样 想要瞒天过海 就要针刀针枪 试试 看来你定力 也不怎么样吧 谁说的 不要瞎瞎我 那要是别人看着的话 怎么办 谁会这么变态 看我们做这种事 那可说不准 笨蛋 还不主动玩我 算了 没意思 如果他真的对我无感 那接下来的事情 又该怎么解释 给 这是什么 结婚协议 合约期间不许跟其他女人暧昧不清 不许和其他异性有任何亲密接触 必须在结婚期间保持距离 不能乱动夏天科的私人物品 踏足他的私人领悟 这哪什么结婚协议啊 这分明是卖生气嘛 怎么 我的条款有什么问题吗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 怎么还可以商量 严格意义上来说 整栋房子都是你的 怎么样才算 没有踏足你私人领悟 那这样吧 改成 我已经允许 不得踏入我的房间 可以了吧 虽然我们是协议结婚 但是在法定关系上 我们是真夫妻 我不能保证 以后不会有什么突发重贵 那这样吧 这条就算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威测当然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遵守 你也必须遵守 不许在外面乱来 也不许和别的男人亲密接触 好 没问题 那现在可以亲自画压了吗 等等 我还要再想想 还想有突发情况 难道他是在狱情窟纵 睡了睡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不是说 让你不要随便进我房间的吗 是 别说话 原来只是个梦啊 夏天哥 你不能这样啊 灯还亮着 他在干什么呢 你在干什么 那个 我准备去接杯水 知道 吃饭了还不睡啊 吃饭睡不着 我也是 下一个夏天的早饭 哇 这都是你一大早起来做的呀 对啊 我看你冰箱里什么都没有 冰菜就知道你以前没好好吃饭 以后在家给我好好吃饭 没想到 你还挺有福德的 那以后 我的早餐都归你了 师妹 师哥 好久不见 师哥 你怎么来了 这家我怎么进来的 师妹 你不知道 没有你的日子 哇 这是谁 我想顾生子 是夏天哥的恶公 哦 师妹啊 来来来来 借一句说话 你也太草率了 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呢 放心吧 都调查过了 哎呀 指人之面不知心呢 资料能说明一个人什么呢 老师说过 数据只能还原一部分人格 我相信他 你不要被他那张人畜牙的脸给骗了 我反正是不信的 不是 你才见了他一次 怎么就这么说他 男人的直觉 什么直觉 有点疼啊 这是我呢 师哥 你说你找我什么事来着 那对了 你不是准备了一个竞标项目吗 我来给你爸爸关呀 太好了 那这件事情就事半功倍了 那当然 我今天是特意来接你上班的 太到位了 走 我先上班去了 你乖乖在家哦 好 夏千哥 夏千哥 之前的供应商好好的 你坏什么供应商啊 那些供应商被你喂了多少油水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啊 我告诉你 既然我回来了 就甭想在我眼皮底下为所欲为 你 好啊 夏千哥 咱们走着走 我说你能换个正常的铃声吗 太不像话了 我这个是AI稳定啊 他会自动识别经过的人 给他配上一段最符合他气质的铃声 你糊弄谁呢 女王大人 喂 你我多年的直觉 那小子绝对有毛你 是吧 我还觉得顾承泽有问题 阿姐 千哥的人生幸福 就都交给你了 夏总 仲夏广场的这个项目呢 我们进行的已经差不多了 怎么今天一个消息都没有啊 还说什么让我养成回家吃饭的习惯 看来都是骗人 我叫顾承泽 是夏千哥的老公 这是文的 我先上班去了 难不成 踏实的制作 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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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花儿好像被勾走了 夏说什么呢 花儿怎么可能被勾走 您和顾家小少爷 相处得怎么样啊 走开吧 小孩儿而已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 不用主动给他发消息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你是说 接使他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呢 只是想要关心他 了解他 假如他有没有好好吃饭啊 一个人在家寂不寂寞啊 嗯 啊 我有个办法 之前家里养猫的时候 有一个橙无接使器没拆 对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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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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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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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起来 这个鞋里面还能夹调什么 顾 我 我来帮你啊 不用 你上班辛苦了 吃了一交给我就行 其实 我一直挺小学做饭的 今天更好可以试一下 那 你把番茄切一下 嗯 嗯 哎 你说要在合同里加条款 要加什么 我 骞哥 趁着年轻赶紧给我生个大孙子 我还 嗯 我们继续继续 我想到家什么了 就是在夫妻双方共同意愿之下 才能进入下一步 什么下一步 就比如说 生孩子 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像这条 你 放心 我是不会强迫你做这些的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 还说什么不想跟我生小孩呢 这不挺完美的吗 难不成 他不喜欢女的 不 你就不要睡不着了 就不要睡不着了 我会睡不着了 你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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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 посмотреть 干得不错 你比我想象当中 更适合干我点 不只是为了我妈的遗物 现在东西给你了 该理性成功了吧 好人做到底 你再帮我解释 你骗我 别说那么难听 我想要 下室集团最后的报价 你说怎么做 我从下室集团内部 得到消息 最后的报价 就在夏千哥的电脑上 好 我想办法 但这一次 你必须说到做到 放心 谁啊 是 你来干什么 接千哥上班 今天不用劳烦你了 不劳烦 反正我也顺路 杰哥呢 杰哥 杰哥 你师妹还在自己 屋里化妆呢 不要打扰他 等会儿 自己屋 难道你们分房睡啊 哎 新婚附近 一刻都分不开 这我太过劳累了 就分开几天 哦 对对对 师妹 走 杰哥 我昨晚是不是跟你说好 我今天送你 师妹 师妹 是吗 是不是 老婆 哦 对对对 昨晚说好的 听到没 我们先三二一 一块走车 好 三 二 一 不是说你送千哥什么味吗 嘿 合着我当司机是吧 不好意思啊 这车我开不习惯 为了保证千哥的安全 还得劳烦你 哎 师傅 你开车注意点啊 我老婆晕车 你也可不就算了 还要不信 师哥你看啊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呢 这次的竞标基本上十拿九稳 嗯 不过你说这个报价 会不会太高了 还好 我们出发吧 那儿已经准备好了 亲爱的 嗯 我开会去了 你自己乖乖的 把手操练回家 给你做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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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想着 还是跟你一块回家吧 老公真好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我来打电脑 等等 你头发乱了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好像特别好看 你今天是吃了蜜吗 嘴巴这么挺啊 实话实说而已 开会进行是要休息一下 那我先走了 你帮我把文锦说一下 老婆再见 你 你在找这个吗 好 好 学长 你对夏总 是不是有二心啊 什么意思啊 这事情 我没法跟你投了更多 但你相信我 我对千歌 没有二心 嗯 反正呢 夏总眼里只有公司 对你也不过是利用而已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她的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无条件支持你 相信你 谢谢 学长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和夏总面和心不和 他对你也不过是风场作戏而已 不过你放心 你还有我 我跟千歌很好 我只是有我自己的苦衷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帮助 来 辛苦了啊 给你剥个橙子 谢谢 不好 老爷子来试茶了 爸 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啊 别再装我作样吧 我听人说 你们都分房睡了 您听谁说的这个事啊 别管谁说的 我只问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这 这分房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 你们的婚姻也是在弄虚作假呢 没有的事儿 我和顾成泽的婚姻没有半点去假 好 那你证明给我看一看 我 我的老爷 真是上风败族 那您说 我们该怎么证明了 比如 生一个大孙子 这个其实 我们是有在计划中的 有有有有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要加油 加油 加油 来师哥 你来了之后 我们都没有好好喝自酒呢 谢谢师妹 再喝点 以前呀 我也没想到 师妹喜欢这一款 付钱了 师哥好酒量啊 来来 谢谢 来来 干 师哥 我俩分房室的事儿 你都跟谁讲了 就前两天我去看伯父嘛 我就 为什么啊师哥 我也不知道伯父他不知道 哎呀 我爸他不知道 伯父不知道这事儿 嗯 你们莫非 来来来 你再喝点啊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是协议结婚 历史剧不都这么严了吗 你们这种行为属于骗魂 师哥 我看你是喝多了 我没喝多 想当年 我那么辛苦都没有知道师妹 没想到 被这小子被闹地了 骞哥 这家伙追过你啊 没有吧 谁说的 你忘记了吗 驾驶 成功 对了 协议的事情你会保密的吧 放心 我嘴巴醉了 夏总 早餐到了 好 你放桌上吧 你都在我床上 你们两个 没有 问你件事 老实交代 问吧 你为什么愿意跟顾成才结婚啊 我跟他结婚呢 完全是目的驱动 谁让老肚子天天催着啊 与其嫁一个自己讨厌的人 还不如嫁一个相处起来舒服的人 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 但在某一瞬间 我改变主意了 那 你真的喜欢他吗 不知道 现在这样算不算喜欢 应该 算喜欢吧 他 性格好 长得好 还聪明 行行吧 大白天做什么梦呢 不过你觉得 你们这种协议婚姻 能长久吗 走一步看一步吧 婚姻对我来说是圣洁的 一旦我结婚 我也就不打算离婚 其实 这对夏总来说 只是场交易 怎么 好啊 我今晚刚出门 你后来就搁带我的助理去约会 我明天就把他开了 你别闹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 他的手都摸上你胳膊了 你说的谁信啊 真的没有 我告诉你 顾承泽 协议结婚也是结婚 我们都要遵守 他只是比我小一级的学妹 我只是跟他简单的叙旧 就只是这样吗 当然了 不信你可以去查 那你也不能跟他去约会 我们协议里怎么说的 你还敢跟我提协议是吗 我们协议里写得清清楚楚 不许跟我俩之外的意义 有经历基础 你跟那个宋杰 一口一个诗歌叫我 不是 我跟宋杰那是单纯的友谊 单纯的友谊 那个宋杰 对你不是言语 暧昧就是举止心理 你一点回绝的意思都没有 那叫单纯的友谊啊 我说你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狭隘啊 你为什么要把别人想得这么龌龊 你简直不可理 还你个顾承泽 你少说一句会死啊 怎么这么香啊 你老娘正在气头上 她倒好 是妈妈香 强哥 吃点饭吧 他怎么让你不能饿肚子 走开 我饿死都不吃 是可杀不可输 更定了 不疼死 情歌 怎么了 都怪我 吐吃了冰箱里的凉材 吃得急 肚子疼 那我带你去医院 不去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 那我给你倒杯热水 你不要走 留下来陪陪我 好点了吗 好多了 不过睡起来都是个毛病了 以前在野外露营的时候 治快了肚子 毒了肠胃炎 一直都没好 起来喝点茶 来 你喂我 好啊 好好吗 上回你给我的资料不全 缺个关键数据 下周教授是提交警票方案了 你可抓住最后的机会 夏总 会议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可以开始了 老公帮我拿着 你知道他是谁吗 顾长泽啊 不 他最主要的身份呢 是我的合法账子 这个 我当然知道了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签哥喜欢就好 我先走了 你觉得怎么样师哥 嗯 没问题 那我们大家就好好努力吧 一起把这个项目给拿下 签哥 喝水 不用了 这是我卫师妹特意准备的热水 温度刚刚好 谢谢 来 我们继续啊 我们呢 要以客户的最终需求为出发点 这样呢 才能打造出良好的项目品质 很闲吗 把这些重新打一遍 我又不是秘书 签哥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嗯 好像真的没有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好 去吧 好 我们继续 唉 我说签哥呀 你这心也太大了 你说这顾时珍跟我们竞标项目呢 你居然把顾长泽带到我们会议上来 你就不怕他通风报信啊 顾长泽跟顾家人不一样 那也得提防点啊 师哥 你多虑了 饿了 吃饭 来 吃饭 我的呢 嗯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没了两人份 不过 我这儿还有一个手抓吧 嗯 这是手抓饼 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吗 你这个人咋这么麻烦呢 唉 来 这又不是手抓饼吗 混素搭配多有营养啊 来 多吃点 够了够了 师哥 要不我给你夹块肉吧 快快吃了 快快吃 快吃了 怎么不见了 你是在找剩下的那部分吗 学长 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你打算怎么谢我啊 放心 我会接点点警 那 这个是你说的 以后 可别耍赖 好 我就知道不会那么顺利 唉 我说师妹啊 我觉得那个顾承泽 一直奇奇怪怪的 你得好好点着他 我选的男人 我百分百信任他 嗯 但是你觉得一个姓顾的 他不会背叛你吗 其实 与我而言呢 他是谁 姓什么 不重要 但他又是敢背叛我 我绝对会让他痛不欲胜 弟妹 万一待会儿竞标失败 可别把气 撒在我们淳泽身上 少在这儿给我阴阳怪气 谁输谁阴还不一定呢 让我们师父以待 哼 顾时中标了 兄弟 真有你的 回头可得好好考了考了你 我答案你的已经做到了 该轮到你对线丑诺了 好说 好说 什么 你 别闲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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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吧,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这次的失败,责任全在我,我愿意负全责 好啊,既然你都说了,那公司的事,你就先放一放吧 天助我已,看来我要趁机请他的小师兄家把火了 别喝了,你肠胃不好 喝酒伤胃,不喝伤心,让我喝 要不我们再等等,说不定过亿之后就有转机了 我夏千哥向来愿赌服输,但是这次败在他们手上,我不服 你看,你不是问我为什么看中这个项目吗? 这就是原因 以前,在我爸眼里,只有男孩子才有资格继承家业 不管我做得再好,再亮眼 他都是耳不清 所以,我就决定 我,夏千哥 一定要做最亮眼的那颗心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 你一定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我,夏千哥 对不起 师妹 自己安排 这些照片,你哪来的 不知道 不知道,一个陌生人寄给我的 陌生人,偏偏在这个时候 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夏千诚那个小人 你甭管是谁了 这两个人勾的,是不是亲着半句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顾承泽他有问题 师哥 你说,有没有可能这照片是伪造的 师妹,你清醒点行吧 不要再对这个小白脸心存幻想了 你这样吧,丢金空自己看吧 看个呗 原来 这一切都是假的 解释一下吧 你在哪儿来的 你别问我怎么来的 你就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竞标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你 为什么,告诉我跟你有 这事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骂去世之后,给我留下一条项链 他对我来说很重要 顾承风答应我 只要我肯帮他拿到仲夏广场的项目 他就会还给我 所以,你就决定出卖我 但仲夏广场那个项目中标 也不一定是好事 怎么说 我收到一个消息 据说一个Y字巨头 会在同街区内建一个碾压级别的商场 投资和标准高有我们5倍以上 所以那个项目,注定会失败 不过,我的团队也进行了背地啊 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这个阶段出现这样的消息 净标准,大概率都会放弃 所以,权力封锁消息的可能非常高 这么私密的事情,你是听谁说的 道艳啊,我国外的同学 道艳 就凭他一句话 这其中的关系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但这件事的可信度非常之高 所以我就将其就计 让顾乘锋拿下那个项目 其实 也是赌一把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这不是 怕顾乘锋产生怀疑吗 如果提前说出来 不就汆忙了吧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不应该欺骗我 我现在在获得不是是否中标 而是某人的欺骗 我 所以你在公司的那些看似关爱我的行为 都是假象 只不过是在逢场作戏 我的错,我的错 但绝对不是逢场作戏 我 我发誓我不会再欺骗你了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很长的路要做 哎 喂 我已经知道了金标的事情 我们都被顾乘锁耍了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 项链带来了吗 你跟我刷小聪明是不是 你已经成功拿下了项目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还跟我装 我早知道金标的内幕了 你敢耍我 把项链给我 项链带 我实话告诉你 你妈妈的项链在发手上 有本事的话自己去拿呀 项链带 住手 不想活了 赶到我的男人 走 这军报名 敢打我老公 我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还是我老婆都有最好 你打住啊 虽然呢 你今天来了一出狗熊就美 但金标的事还没完呢 你告诉我 你今天找来干什么 今天 我问顾重锋要回我母亲的项链 没想到那家伙耍来不给 活该 打得好 你快把衣服脱了 但 快点 别磨叽了 为啥要脱衣服 你不脱衣服 我怎么给你上药啊 哦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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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不对啊 咱们现在可是合法夫妻 等一下呢 我先去做饭你再讨论 你还受着伤呢 我怎么好意思让毕浩做饭呢 今天啊下等我亲自下厨 当当 这一桌子的菜全是你一个人不拿 对啊 我在网上找了些食谱去做一下 你快尝尝 好 好吃吗 嗯 那你再尝尝这个 好吃吗 嗯 这个这个 好吃啊 那你多吃点 我给你加 加快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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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总是嗯啊的呀 到底好不好吃啊 好吃 真的好吃 我去上个厕所啊 去吧 不好意思 没人中 不好处你就直说嘛 干嘛非得抢脖自己吃啊 我老婆和老婆做的菜不能辜负吗 拼嘴 那要不我们点完卖吧 这样才有力气干大事 大事 嗯 一会儿等郭川峰出来 我们就把马太套上用力打他 哎 是不是他 出来了出来了 起不可思 上 哎哎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哎哎哑 哎哎哎哎 师哥 你们看什么呀 不是 哪有人出来打人穿西装的呀 我白天见个客户 冷静势点 怎么了 那你怎么也不打个电话 跟我们汇合啊 我手机没电了呀 那 那个郭尘峰呢 我怎么知道呀 这下来放弃了吧 放弃 我下全个字典里面 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既然舞的不行 那就跟他有名的 还来 不好意思啊 师哥 下手有点狠 没事 死不了 这样吧 为了补偿你 给你接着个女朋友 那就好 等一下 你不是喜欢 鲜哥吗 我承认 我上大局那会儿吧 是喜欢师妹 可人家看不上我 成功 你这种追寻方式 鬼才干的什么 来来来 喝酒 杨帆 你找我 你怎么了 我被开除了 因为泄露金标的机密 鲜哥让你走的 这其中应该有什么误会 我帮你说说 你别去 我不想让你为难 而且 确实是我有错在先 那 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我还没想好 等我想好了 我再来麻烦你 好 太素了 换一个换一个 这个怎么样 行 再换再换 都不行 怎么还不行 对 小眼见 怎么样 就这个吧 去 画上 你们抓紧出发案 好的 顾总 来了 中下广场项目这个情况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 以故事集团现有的能力 想独吞这个项目 恐怕有点困难 不如我们两家一起分担风险 有钱一起赚 大家 印象如何 一切 你下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顾老爷子果然是聪明人 我能确实有个要求 尽管开口 我要一个人加入你们故事 一起参加这个项目 我得提醒你 这里是故事不是你们下墙 你怎么能随便安排外人 盗我们故事呢 进来吧 我也辛苦 谁说是外人 顾承泽 你疯了 从今天起 就由顾承泽 担任集团的副总裁 我不同意 他一个毛头小子 能有什么经验 这不是胡闹吗 顾承泽之前 做过很多优秀案例 我觉得 并不比某些 别在业内浑水摸鱼的人好 你做什么 成风 这么是妖体 那 给我们顾总 上个位置吧 你 进 好了 顾董事长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聊了 如果你们离婚了 不信夏浅哥还会护着你 嗯 看浅哥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上面的条条框框 我已经不想遵守了 你觉得吗 啊 那我觉得这条可以捡了 那我再捡一条 这条也不要 就拍下来 真的 ق은 看着你 听 可 我很 想 这 像 摔 咱 来 你说 哦 你 咱 虜 你 你竟然這麼喜歡那個賤人和野狗 讓你就再也別想遇到我和承德 我要把你從公司裡趕出去 我瘋了總得是被你逼的 啊你最安全 我就問你一句話 你到底像我們還是像他們 這不也是我兒子你們的屁 我不會再給他們了 媽小心 怎麼了你做噩夢了 我夢到我媽出生後那天 香哥 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你放心 我不會離開你的 我會永遠跟你在一起 所以 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 那天我媽開車帶我離開江城 路過一條平均的馬路時 突然衝出一輛轎車 我媽都省不及 我媽媽媽媽你醒醒 媽媽媽媽你醒醒 当我醒来之后 我就在医院了 而我妈却因伤势过重 后来他们经过事故判定 是我妈情绪太激动 绕治了车祸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夺回属于你的东西 夏总 合同出好了 你看一下 OK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好 夏总果然大气 这个金额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 不过顾总说的有道理 既然两家集团合资 自然也不能像之前那样穷算 千刚 这个是我接近原来的两倍 你再考虑一下 顾副总 夏总都同意了 你急什么 要想让顾长泽站完脚竿 我必须这么做 这个预算 夏家还支付得起 阿泽 这次你做得很好 不愧是我孤万年的儿子 来来来 吃菜 给我吃点菜 这么些年 爸爸忽视了你 从今以后 你想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想要妈留下的项链 项链 那是妈唯一留下的东西 我想要跟殿下 好 我答应你 我应该是 恶心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不管吧 你妈妈她 就抓住我这一件事 整整压了我十几年 还动不动 要把我赶出公司 这些年 我一直对你们母子 有愧疚 儿子 你能原谅爸爸 回到我身边吗 已经完了 阿泽 那 再会吧 坚哥 郭总最近很忙啊 整天都不着急 对不起啊 太忙了 没时间回来陪你 那我要惩罚 怎么惩罚 喜庭责便 有什么事情不能公私聊呢 今天呢 我就想咱们哥俩好好谈谈心 不是聊公司的事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上泽 不得不承认 我之前确实小看了你 我是真的希望我们俩 能够同仇敌忾 习心协力把故事做成一个伟大的公司 同仇敌忾 那谁是敌 谁是勇 我是真的 不希望你被盲在鼓里 你妈妈怎么死的 你还不知道吧 你掏心掏肺地对待别人 但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人曾经对你做过什么 你想说什么 当年你母亲那场车祸 真相 远比你想得更残忍 妈 小心 爸 有没有撞到 应该没有吧 骞成啊 你赶快下去 去看看对方是不是出事了 爸 我好疼啊 别管他们了 我们赶紧走吧 对 请跟你的病情要紧 我们赶快走 你怎么会知道 之前跟夏千诚喝酒 他喝多了是罗罗罗 在我的威逼利诱下 他才把真相都告诉了我 我不信 这只是你的便便之词 我就知道你不信 你听听 这是从行程记录遇上残疾的 爸 有没有脏房 应该没有吧 骞成 你们回下去 就看看对方是不是出事了 爸 我好疼啊 给我拿完了 我们赶紧走吧 请跟你的病情要紧 我们赶快走 我不信 是根本不可能 得知诊边人曾经对自己的母亲见死不救 这事任谁 都无法接受 我知道你我关系不好 你不信任 但事实 就是事实 你不愿意承认 不得吧 不存在 得知诊边人曾经对自己的母亲见死不救 这事任谁都无法接受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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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 就是事实 你不愿意承认 不得吧 不存在 我 下面我宣布 夏天歌 顾成泽 正式结尾夫妻 婚姻对我来说是正解的 一旦我结婚 我也就不打算离婚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得知诊天人 曾经被自己的母亲见死不救 若是认识人 都无法接受 妈 你醒醒 妈 别管他们了 赶紧走吧 妈 妈 小强哥 我该怎么面对你的 中下广场项目 已经投资超过一亿元 一整天都联系不少 发生什么事了 主要用于 已有项目的扩建和升级 相爱副总 你嗓子不好就多喝点水 你 怎么走了 这个 既然夏总走了 那么就由我 来主持下面的工作 说吧 都会放 kids 怎么是你 水 人吗 那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可以跟我说一说 如果得知 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 曾经伤害过你 你会原谅他吗 如果 真的是很重要的人 原谅也未尝不可 但 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究竟是否原谅 而是在找一个 离开的借口 原谅 真的那么容易吗 如果真的是 很深的伤害的话 那这种痛 就会像一根针一样 时不时地刺痛你 长痛不如短痛 不如选择放下吧 对不起 学长 你不是说过 在我需要的时候 会帮助我的吗 我想到你的助理 顾承泽 你跑哪儿去了 给你打一天电话都不接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顾小的人欺负你了 顾承泽 你有什么话说清楚行吗 别不说话 我跟你说话呢 说话 你跟我说话 五年前 你去长明山露营 突发即兴肠胃营 你爸开车送你去的医院 对不对 对啊 怎么了 那个时候 我妈开车 在长明山车道 与一辆车厢会发生车祸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这件事情居然和你有关 这不可能 不相信什么 爸 你有没有撞到 还没有吗 警察 你能快下去 去看看旅方是不是出事了 爸我好疼 如果拿风 我们赶紧走吧 江哥你的病情好紧 我们赶快走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么局确凿 小剑哥 你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当时实在太疼了 我现在一点都记不清 但这事不全是我们的责任吧 小剑哥 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看错你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先别走 这件事情一定有隐情 我们一起交参清楚不行吗 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小剑哥 我以后不想接到 别生气了 我们今天先来好好谈谈 行吗 我现在做菜水平有所提高 下回给你做案 别再躲着我了好了 让我看看 谁让我们家师妹不开心了呀 还能是谁呀 顾承泽是吧 你等我抓住这小子 我好好收拾他一些 师哥 你可别乱来啊 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还非要离家出走 小孩子脾气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关系到他的母亲 所以他才那么大反应 也不是这样子 你赶紧把他约出来 你好好跟他聊聊不就好了吗 我也想啊 可他就是挪着我 见都不见 我给你吃一碗啊 咱们这一个人会吃 我给你吃一碗 顾承泽 下 Inform辎 还能够认识 可放你 不错 可放你 我到我 尝尝 我到你 我乎 送姐去哪儿 她不是找我吗 那个 她可能来不了了 如果没说的话 我先走了 顾承泽 就算是小毛小狗犯了错 也总得有个理由吧 你就因为一段莫名其妙的路 一就定了我的罪 你到底有没有心 塞剑哥 虽然事故的起因不是因为你 但我一想到 你曾经对我妈接死不久 我却一个都不想见到 顾承泽 我爱你 小剑哥 我们离婚吧 我警告你把这话给我收回去 顾承泽 你给我回来 你别走 枪 心里 昴虽然离了 但仲夏广场这个项目 还是得继续进行 依照夏千歌的性子 肯定会把顾承泽 踢出去 那我呢 我怎么才能做上 夏世集团的总裁啊 放心 这段时间 夏千歌已无信管理公司 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不过 我就怕 怕什么 如果我都帮你铺好了 总不能让我扶着你 是 是 又没好好吃饭 你来干什么 都被人甩了 还想给小狗崽子 要我说呀 当初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嫁给我 就没有现在这些活事 顾总 你他说什么闷话呢 我夏千哥 就算是跟一条狗结婚 都不会轮到你 你别给了 不要 别碰他 夏千哥本来就是跟我听不话 你现在甩了他 我把他捡回来顺你成章 我今刚 如果你再敢碰他的话 我一定要你吃进骨头 你现在凭什么让我吃苦头啊 拜托 请 慢走 郭诚泽 你个混蛋 嗯 以后我不在 不要一个人出来喝酒了 不要不吃早饭 不要乱吃东西 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顾成泽 他不爱了 他 他根本就不爱了 师妹 你喝太多了 他就这样 算你回去吧 时间不会让人忘记痛苦 只会让人习惯 所有的变化 都伴随着阵痛 既然无法回头 那么 就带着这种阵痛 开启新的故事 学长 你的水 接下来的工作 我应该怎么进行啊 谢谢 师妹 别招两个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你们晚上加干 改天吧 学长 你要的资料 师妹 出大事了 现在 舆论发展到哪一地步了 网上都是在指责我们 说你是人习蛮的 这件事 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不是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 夏世前总裁夏千诚 不学无术中遭报应 夏世集团进行内部大换血 夏千哥上位总裁 将对公司进行全面整改 什么玩意儿 通搞啊 把这件事情 转到八卦娱乐版 这是最好的公关手段 胡闹 这怎么行啊 我看行啊 这不就是你干的好事吗 幸好这次没有人员伤亡 否则 整个夏世都将被你葬送 和这公司这么多人 专看我一个是吧 另外 你偷税漏税 能用公款的事情 我已经收起了证据 我劝你最好三个月内解决掉 否则我就报警 我保证 你在里面踩缝纫机 踩到死 咱们有时候好商量 千哥 我可是你精哥呀 你就不能 杨帆 学长 你为什么这段时间 这么冷落我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没有啊 你工作上做得很好 没有任何问题 我很感激你做的意见 你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你就指出来 我改正 你应该好好规划一下 自己的前程 而我 需要找回自己的东西 找到真相 我知道了 学长 你尽力去做 我会支持你的 师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一切尽在 展空中 就算强迫大脑 快速去忘记一个人 倒是骗不过 习惯了他的胃 收集了那么多 过万年违法的证据 却还差一路 看来这条项链 才是解开关键的钥匙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学长 生日快乐 有些仓促 你不要介意 学长 我都忘了 今天是我生日 对不起 我不喜欢别人碰我 学长 我其实喜欢你很多年了 我们之间 还有可能吗 对不起 我认定的人 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 然后重新开始呢 有些人有些事 一旦拥有那么 就会刻骨铁铃心 顾总 你怎么来了 我说了不要来公司找我 顾总 我约了你好几次 每次你都是没时间 所以我直接就来找你了 一会儿快说 顾总 你也知道我最近遇到了麻烦 看在我们是同盟的份上 恳请顾总出手相助 夏总 我也想帮你 可你娄子捅得太大了 我也还不能住啊 顾总 之前我是怎么帮你的 这么快就万里不认人了 这件事你也得到了好用 发展成这样 这是你自己没有 你别忘了 我手里可有你的把柄 不要把我逼急了 小心我把秘密都给捅出去 你手里的那点筹码 我根本不在意 师妹啊 这段时间 想按五十天下太平了 都过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男人而已吗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什么 嘴硬 那也没有男人的心硬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搞男人啊 还不如搞事业 嗯 这点呢 我支持你 话配重为力量 产品故事 给他点颜色教教 我呢 还是先想办法把夏天天筒的窟窿给填了吧 这个事儿吧 慢慢来呗 反正依你的能力吧 不是问题的 师哥 你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啊 这次肯定要面临人生第一次破产了 没事 是我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那我就不管我抹角了 妹夫 谁是你妹夫 顾总 这次一定要帮我 你死了就小心吧 这个事儿我帮不了你 我是无人可求了才来找你的 妹夫 你要是不帮我 夏天天就要把我送到牢里去了 顾正走了 你母亲车祸的事 是你冤枉 钱哥 你说什么 那段音频是经过剪辑的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你得住啊 钱哥 不是 行哥 你这一人 一人马上就要到了 爸 小心 爸 有没有撞到 应该没有吧 警长 你赶快下去 去看看对方是不是出事了 嗯 行哥的病情动荡吗 快看 那里发现车祸了 咱们先到车祸 简直 地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事 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没事吗 为什么我以为听到有阵肠闹声 没事 就是有些围观寻生在车祸 人没事就好 这些人最喜欢看热闹 爸 我好疼啊 别管他们了 我们赶紧走吧 对 钱哥 你的病情要紧 我们赶快走 妹夫 妹夫 该说的我都说了 死后求你了 你就救救大舅子吧 我不想去做老啊 为什么要撒谎 他 他是过这么许识的 那为什么要替死不救 我害怕呀 害怕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 那我后来忘了警察 打了急救电话 经过事故判定 是你母亲注意力不集中导致了车祸 但同时 我也因为我的过错 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秦哥 妹夫 妹夫 你不要把救救我 你不要把救救我 对不起 是我做怪你吗 你干嘛 顾长生 你神经病吧 对不起 这次说什么我都不会走了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吧 你给我滚 你不怀疑你 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走 不想看到你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你这说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 你教训我把打你是吧 你走 你还滚蛋 我非常认为你 非常讨厌你 我不想看到你 骞哥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伤心了 我爱你 喂 骞哥 我能跟你商量一下吗 你能给我换得好点的地儿吗 这里实在是鸟不拉屎 现在你的问题还没解决之前 你就在公地老师待着吧 可是可是 喂 喂 怎么了 这是你滥用职权 司徒我母亲公司财产的全部证据 你怎么会 你以为时间可以掩盖掉你那些丑事 但实际上我母亲 早就准备好了你的份 我是你爸呀 你怎么会这样对我 你可逆子 你可逆子 爸 你别生气 爸 老板 城子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当年 我不该那么对你和你母亲 你放过城风好吗 他毕竟是你哥哥呀 我俩同为你的知情骨肉 我算什么 你们两个想用这些文件 后代理点出公司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警察来了 爸 你不信 站住 你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可恶 让那个顾城风给跑了 不重要 你没事就好 放开我 放开我 千哥 我都知道了 我自己的事 自己处理 千哥 你不用这么勉强自己 夏天成流测的窟窿 都是你一个人在撑着 你怎么知道的 不还有一个 消息零通的宋氏哥吗 没想到 他才是那个最大的两面派 千哥 这次轮到我来帮你了 怎么 你有法子 哎呀 你别卖关子了 你看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啊 这条项链上面 还有一串神秘的数字 这串数字呢 是一家银行保险箱的编号 保险箱里面 有过万年作为的关键证据 还有几株房产 这些年翻了几番 我就把它倒卖出去了 哇 没想到你还是个隐藏富豪啊 那你养我啊 好啊 我养你 杨帆 听说你要离开江城 嗯 学长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 你问 你为什么 会专情于夏总啊 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觉得自由自在 就是最大的幸福 然后认识了他 他打破了我的生活 但是那个时候 我反而觉得 幸福可以是思念 可以是牵挂 甚至可以是痛苦 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 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在他身边的时候 静静地看着他 也会觉得很美好 那你对我呢 有没有一丝情感 没有 学长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现在 我想开了 那么学长 后面有缘再见吧 好 千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刚才的话 好弱马哦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没道德啊 偷听别人说话 我又不是故意的 夏千哥 我宣布 我们要进入人神的 下一个阶段 什么呀 讨厌